大家早上好 我们又在车里录了 不要浪费时间 当然也是因为这一期 今天没节目了 我必须要录了 他看不上那旁边 Hollywood的早餐区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录的 本来我们可以一边吃早餐 一边录的 说一句反得罪人的话 太多同胞在里面了 不好意思对吧 不好意思 看不惯看不起 不是因为我们在美国 看不惯看不起 是因为我们上海人 就是这么个料 对吧 我们上海人 最近同胞来的 真的不是一点点多 这跟我们大概 两个星期前说的 这个来了很多同胞 这个等量级 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对对对 包括你们看看 全世界所有的这种 大V好像最近都在接待朋友 是吧 对 真的是报复性 报复性旅游 然后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秉承我们上海人 这种八卦的性格 我们偷听 偷听 隔壁坐在说啥 就是 给力给气的 我真不知道他是 他是哪里人 就是说话 这个普通话还蛮自正腔圆的 声音也蛮好听的 但是就是给力给气那种 然后当中说话还夹杂着那种粤语 那粤语还肯定不是粤语区的人 因为他的粤语发音不是很标准那种 然后当中有句话也说的差点让我这个上海人笑喷出来 他说他说哪个朋友放他鸽子没有跟他一起来吃饭 然后他是怎么形容他那个朋友的 就是他说的是就是那个事儿逼上海人呀 我在旁边听了差点笑出来 对我们上海人是把事儿逼的 不不不说这个了 这个你咋没跟我讲 你没听见啊 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我们听长跟听到什么呢 他说去代购 他说去什么巴黎H家的总店的某销售 在那干了40多年的 像店里大姐大一样的 专门给他供货的 他上次在他那里花了10万美刀买了个啥 我第一次听到 就做男人第一次听到 叫什么喜马拉雅 10万美刀买喜马拉雅 他买的是哪一款 对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问问他 Kili还是Burkin啊 买不到的好不好 好好找 所以我问他 什么是喜马拉雅 后来他给我看了一下那个价钱 哇这都是75万港币 什么100多万港币的一个包 不对不对不对 你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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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给你随便找了一个样品 你少看一个零大哥 好吧 不我不是说包 我不是说包 就为啥我们觉得代购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从来不做代购 包括以前我们 好像在节目里说过的 我们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 也非常讨厌包人家做代购 最疯狂的那次就是在巴塞罗纳 然后就再也没有过 你知道吧 从我的角度来讲 奢侈品 如果你说奢侈品 不管是女性用的奢侈品 还是男性用的奢侈品 我觉得消费体验很重要 就是你到H家或者去C家 甚至于你是在我们洛杉矶好莱坞的C家 还是H家 或者你是到巴黎 乡西利舍大街上的H家 还是C家去买东西 你的消费体验是不一样的 对吧 是这样 就是其实有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 都会来提醒大家说 在这边可能你上来的生意 可能可以做代购 我一直不太认可这句话 因为从我的角度 就是赚这种所谓的信息差 或者说是价格差 是非常非常低level的这个工作 更何况更何况你觉得你能赚多少 现在价格几乎都是透明的 几乎所有的奢侈品网站 它上面都会有明码标价的 那你能赚多少钱 每一次代购赚个3% 5%的一个手续费 大家也不傻子 但是我很理解你所谓的 为什么会有人要代购 作为女性 曾经也是奢侈品的 疯狂的拥顿 想想看我们十几年前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2012年在法国买的第一个Chanel 你记得当时对我而言 这个包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吗 大 不 什么大 当时的汇率和当时的退税 和上海的价格几乎是不能比 大概我 我大概比上海买便宜了一万 几乎一万五人民币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所有的绅食品品牌都在把这个gap 把这个食品 他们都在global它的这个price 所以这里面的差价 几乎很难 当然在欧洲的那个 11%到差不多13% 14%的这个退税 的确到现在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就是相当于一样的价格 可能你在欧洲买 你就有个打九折的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的确是一个gap 但是人也不傻 知道你那边能够节约这么多 那么你还在当中在赚这个钱吗 这是奢侈品类的 我觉得消费体验 这就会最重要 因为我们几乎 我太太当年喜欢奢侈品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是在店里买 是 不喜欢做代购 因为我们很享受那种感觉 昆仑 昆仑 就是你们说我们上海人小市民 就喜欢那种被人捧在手里的感觉 被人家仰视的感觉 真的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 说难听点就是摸到我买的东西 不就是那一刹那吗 买完了就当没买过一样的 就在付钱的那一刹那 你有那购物的体验 等东西到手了 背了 然后呢 然后这个包的价值就没了呀 这个是奢侈品代购 还有一类就是说日用品代购 我觉得呢 日用品代购也要分 其实日用品代购更相当于做贸易 就是把这里没有的东西给卖回去 这些没有的东西呢 你们不要想的很复杂 就可能只是 比如说Costco在中国大陆开之前 Costco的一些保健品 其实卖的不错 那么就从这边带回去 还有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男生喜欢的游戏机 因为很多以前 特别是十几年前 电子产品第一发售地 一定不在中国大陆 这个真的要感谢苹果 苹果是开始这个先河 就是把中国大陆地区 作为电子产品 电子消费类产品的第一发售地 后来才什么索尼亚Switch 才把中国大陆作为同步销售地 那这样你才不用去做代购 但是一样啊 你像这次PS5全球缺货 那么代购又有生意了 不缺了 不缺了 现在不缺了 那么一年前两年前来的 买都买不到的 我们这都买不到 那么你这种东西代购 你说它有价值吧 我觉得有 但是就像我太太刚才说的一样 如果你把它当生意做呢 会很累 我们给举个例子 我们这里认识一些华人圈的朋友 他们就是在微信群上做代购 但他们做反向代购 是把中国大陆吃的东西 代购到这里来 真的很累 为什么 你做的这个时候 首先你要是那种正规进口上 不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才有生意 你想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我们刚来的时候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在这里是没有的 他们那些微信群里面 就卖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卖得非常好 但是当前几年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正是进入我们这里 绝大多数超市 甚至连白人超市 都有卖的时候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 还要去他们的代购点买呢 那么反向是一样的嘛 你就像Costco那时候 代购的那些保健品 Move Free啊 还有什么维生素C啊 维生素ABCD EFG啊 那个时候Costco 没有开到中国上海 没有开到大陆 那么你还有生意 现在Costco都开到上海了 你真的去上海旅游 去迪士尼逛一圈 然后顺便去Costco 买点ABCD EFG 那也不是二了嘛 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那么你累在哪里呢 你累就累在 你不断的要去更新 你的这些产品库里的东西 其实这个 这个事情能做 能做 但是真的很辛苦 你去横向比较一下 你付出的这些辛苦和劳动 值不值得 对吧 对 而且其实我原来听 我们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 他老婆也是做代购 他跟我讲过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技巧 就是好像他们和很多品牌的 Sales 其实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Sales会把所谓的员工特价给他们 然后的话呢 他们从中应该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转头 但是呢 从我的角度 我认为这件事情还是属于吃力不讨好的那一种 因为怎么讲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每年黑舞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很多商场的折扣力度也好 或者是赠送的东西也好 力度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大概就在去年 忘了还是前年 我记得我带我妈去买兰扣 首先啊 有一些东西其实 现场可能还买得到 网上已经售轻了 我当时去买 然后当时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 小小小的优惠 就是不管你买多少东西 你只要加一块美金 他就可以送你一个75刀的一个小样的 一个package 我挺喜欢那个package的 我当时买 拿了两套 很适合我们平时出差啊 或者怎么样用的 后来我就在小红书上面发现 很多人拿这个package 就当赠品 赠品 不是赠品 就是那个赠 赠品一样的在外面卖 因为当时那个兰扣号称 这个样品是价值75刀 所以呢 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是值500块钱的 现在你在我这边买 只要300块人民币 我就可以给你 但其实他们拿过来的时候 只有一刀 而且如果你认识sales的话 的确可以大量的进 可是这种行为究竟好吗 这种行为 其实你在中国大陆 有相关货源也能做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代购 因为很多人在这边 的确没事干 你成本不还 好吧 对 这个是关键点 我还是拿 我们昨天偷听的 那个给里给气的小伙子 来说各位 我呢 十有八九觉得 他他就是在装那个啥 然后在在那边胡说八道 为啥 他说他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包 他要特意再飞一次巴黎 然后问他那个对电话 对面那个朋友要不要一起飞 我查了一下 就是我真的蛮无聊了 我真的蛮无聊了 我们洛杉矶下个星期 飞巴黎的来回机票是经济舱 九百多 公务舱就不说了 公务舱他一坐他还亏的 经济舱就九百多来回 两个人我算算税两千 好吧 然后你那个包能赚多少钱 两千美金啊 两千美金 来回两千美美金的机票 然后你再不包括那边住宿 就算就像他说的一样 他在巴黎有很多个同学 在那里读书和工作 他可以住别人家去 那么住宿费省了 好吧 然后 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十万刀 能够拿下来呢 在上海现在一个喜马拉雅 可能是要卖两百万 或者是两百五十万人民币 还是赚的 非常赚的 如果他十万刀 能拿得下来的话 哦 还有啊 就是他还说他不配货 他还买那个包还不用配货 就是呃 真的我帮他在这里做广告 如果有谁想买喜马拉雅 还不需要配货的话 来问我一下 我呢 去那个饭店再去找找他 如果他还在 他还没飞巴黎的话呢 我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 就这样啊 拜拜 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